你个故事讲到了哪儿 我曾经为了过一切 镇上永远都厉害 我曾经对着无比黑暗 想挣扎无法的刺客 我曾经想想他 想那野草野花 绝望着渴望着 也哭也笑也会担着 我曾经划过山河大海 也冲过山山人海 我曾经问过这个世界 从来没得到答案 我不过想想他 想那野草野花 灵灵中这是我 为你要走的路啊 我们就有点AI的感觉 这音色好特别 他们其实完全做到了 把《平凡之路》变成了另外一首歌 无论是提速也好 还是变换风格 我都觉得想法和思路 是非常先进和成功的 看过世事变迁之后 很轻松的那种平凡之路 我觉得他们赋予这首歌 另一个生命吧 很自在 很轻松 谢谢他们带来这首《平凡之路》 你们前面还有吹口哨呢 对 吹口哨是楚楚老师的idea 对 他说就是要试着那种很自我 要自我的要溢出来的那种感觉 吹得不准也没有关系 主要我也吹不准 我记得在第六场闪光运节的 上半场的部分的时候 文杰跟我们说过 上一首是你来主导 对 这一首是楚歌来主导 是这样吗 对 就是我们俩聊了一个techno house 剩下的就楚歌来主导了 这个歌本来是 类型碎片式的一个陈述 我们把那个碎片化的那个情绪 给它去掉 做一个有一点无曲性质的 变成一个非常自信自傻的 洒脱的一个平凡之路 既然大家都是平凡又伟大 我们就彼此欣赏 我们就彼此去学习 去向前走 这是大家他们想告诉大家的 希望各位可以感受到 这个版本的平凡之路 楚歌啊 您看您来参加这个节目 现在在这个网上有很多的讨论 大家都把张楚来参加综艺 当作一个话题 您也很少参加综艺节目 对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第一次 全程参加 对 您到目前为止的感受 真实感受如何 我觉得特别好玩 特别好玩 对 因为我特意问了阿岳 问阿信 信哥也是特别感性的人 然后说就说 这确实这个 这次这个活动 社交 音乐人能够互相 就是开门见山地说话 大家内心 对内心的那种说话 就特别地暖 接下来要马上给自己拉票了 你们觉得他可爱吗 我告诉你们 他还可以再更可爱一点 但你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可爱 她是可以做可爱六连拍的 杀手锏呢 好期待 来 全场三十个机器对着张楚 可以 可不可以给一点音乐吗 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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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楚要可爱六连拍了 这个是历史上第一次 我们请尚文杰拿着全新的 OPPO Reno7手机来 给他拍下那个红韵当头 可爱六连拍 预备 起 来了 1 2 3 4 5 6 他误会了六连拍的意思 他说 1 2 3 4 5 这个太反差猛包了 3 救命 救命 就刚才楚歌这一段 龙哥你好好反省一下 梁龙老师 您现在的拉票远远不如 楚歌丰富 龙哥 咱们也来一个 我开一个那个可爱班 开个可爱班 可爱班 音乐可爱班 单红好运 带你来站 全新OPPO Reno7新年版 点赞时刻 各位请开始选择 大家走过路过 往这儿看 不要错过 我觉得因为朴树的歌是AB段 非常明确的 所以其实改舞曲 确实会有一点难度 但是我觉得 如果是我投的话 我肯定给张楚投 给他们投 我会觉得这首歌 我满期待张楚老师的部分 我们投给了楚三